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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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Kunjo Ba 今天很高興有一位 保時捷Makam S的車主 要來分享他的愛車 那他們當時買這台愛車的過程 決定權 是在女兒跟老婆的身上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他們當時是如何 決定要購買這台車的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先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別忘了想要來分享愛車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點下方的連結 好那廢話就不多說了 正片開始 很高興 Makam S的車主來接受我們訪問 那很特別 因為 這台車的決定權 是在兩個女兒的身上 所以這台車當時在買的時候就是 先生就直接買 然後是你們三個 投票表決 同意的車魂就可以了 對 怎麼稱呼 我忘記 之前你們是開什麼車 我們是開那個福特的escape 也是休旅車 那怎麼想說 後來要換車 想說它已經 沒有那麼安全了 所以我們就 換個新車 哇那也跳 蠻快的耶 從福特直接跳到寶石姐 那當時你在換車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沒有看過別台車啊 有 因為像休旅車這種很多嘛 我們都看過一輪的 有賓士啊 有賓士啊 都有看 媽媽去看 然後大家一起來投票 他們有看過那個 Tesla 喔 Tesla Model X 對 然後兩票這一台 對 就是買這台車有去看過 Tesla的Model X 對 然後再來就是 Audi的Q5 對 那雙B有嗎 有 賓士是看哪一台 賓士是看那個GLC300 這麼多台車 都有去看 有去試駕 有 那最後是什麼選擇這一台 當然是我本身最喜歡這一台啦 尤其是它的尾燈 很漂亮 尾燈是一條線的 很選 就是從左貫穿到右 對 跟上一代不一樣的 好優點就是你覺得它尾燈也不錯就對了 對 可是這台我開起來感覺它的 穩定性啊 對 還有操控性我覺得我都很喜歡 那你剛才講的這幾台 有一台比較特別啦 Tesla 是電動車 對 那怎麼沒有選擇電動車 因為我比較擔心它充電的問題 因為我常出門在外面跑 對 那我想說我如果要一直找充電站 我可能會很焦慮 所以 你沒辦法克服那個 對 我還我會怕啦 真的 那妹妹為什麼想要選Model X啊 因為它的翅膀很炫 它就像走好萊塢明星那個 那姐姐是投這一台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投這一台 因為它的滿看 它的意思是老虎 然後剛好是我喜歡的動物 喔 你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選擇這一台 小朋友選車也很好玩 跟大人不太一樣 對 媽媽是喜歡它的屁股 它的尾燈 對 欸你這台是什麼售買的 大概六月份 2020 6月 那幾月交車 馬上交車 限車 所以你們就沒選配了 比較快 因為我們就是急著用車 很急 所以你們九個月里程大概開多少了 欸快三萬兩萬七千六百九十三 會這麼常開車 因為你們常常假日都去住飯店對不對 我們自己有選部落的 然後也有YouTube Channel 那你們的頻道叫 阿寶看世界 它這個頻道我大概有看過 就是他們兩個小朋友自己錄自己剪 然後他們去住飯店的經過介紹飯店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看看 很特別 OK 那它的油耗如何 你覺得OK嗎 其實我覺得 你有大概算過嗎 它的油耗 油耗我一個禮拜 大概都六七百公里沒有問題 那一公升大概跑幾公里 你有去算嗎 沒有算 其實女生好像不太 不太管這個 對 但是我覺得它 就差不多一個禮拜加一次 我覺得這是正常值的範圍 你們算很常開 那一個禮拜又只開一次 這是去油版嘛對不對 欸對 所以應該算還好 跟你之前的比 是比之前的油耗還好 這個你就感覺得出來 對 所以還算行駛間 它的那個方向操作指向 是還滿清楚的 我來試一下 對啦 真的引擎很好聽 我來錄一下它的噪音值 那我們等一下都不要講話了 OK 大致上這樣子這樣可以了 你們剛才看到最高分配到多少 60幾 如果我們沒有講話是60幾 欸那算還滿安靜的啦 所以它這一個有換檔撥片 媽媽應該沒有在用 沒有 反正媽媽只要油門大力踩 就可以超車了 不需要到換檔撥片 對 所以有這個 對對對 這很重要 就是你當時有交代說 你至少要有這個功能 對 媽媽停車就覺得很方便 對 那它還有什麼功能嗎 它都有耶 這是後方 都有 上方 側方 喔 剛剛忘了問那個 就是這台車的保養啊 費用如何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 保時捷的保養應該會很貴 我覺得沒有很貴耶 所以你保養幾次了 我目前來講是第二次 那大概都要多少錢 第一次好像八千多塊 第二次好像九千多塊 喔 那也還好耶 沒有說很貴耶 對 那你們覺得去保養廠給你們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他們的冰淇淋非常的好吃 那他們的服務態度呢 你們覺得好嗎 他們的服務態度很好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我們接下來就來講優點 好 開起來超車特別快 我只要方向能打足夠的時間 旁邊的車都讓你了 對 然後你的超車 它的操控器你轉彎的時候會覺得很穩 保時捷的操控器應該是沒話說 對 我曾經買了一袋雞蛋 對 然後緊急煞車 那個雞蛋滾了大概兩三圈吧 結果都沒破 那還有沒有什麼優點 該有的東西都有啊 基本的都有啊 所以你這個是山區恆溫 後面有嗎 有 也有數字 好那山區 他們就很在意這個 你們可以自己控制 對不對 對 那我們來換姊姊來說一個優點好了 他後面的空間很大 然後睡覺很舒服 所以你常常在後面睡著 嗯 那妹妹呢 有冷氣 就不會那麼熱 冷氣你們可以自己調啦 都不用叫媽媽幫你們調 我們的椅背可以調角度嗎 可以 也可以喔 從這邊 你把它拉起來 就可以看到後面睡著 這個品牌 帶給你是怎樣的感覺 Logo比較漂亮 Logo比較漂亮 金色的 然後細節比較多 它的音響好嗎 好 很好 我們等一下來錄一段 它可以控制聲音 譬如說從那裡出聲音 我了解 它可以控制音場在哪裡 OK 有 聲音還不錯 還滿震撼的 對 OK 那它的隔音效果好嗎 在行駛間的隔音 還不錯 內裝給你的感覺 你不覺得它看起來就很多案件很豪華嗎 所以很多女生車主應該是 都是這樣子 不管太多 也不知道太多 反正就是好開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這一台 這一款車很適合女性開 真的嗎 你不覺得嗎 如果想買保時捷休旅車的話 原始上就買這一台 因為另外一台隔音又太大 太大 很適合男生開 那這一台 比較 算是小型休旅車啦 所以你有去實際參加車聚嗎 就是去外面 有一兩次 有參加過就對了 你覺得就是 參加這樣的 車聚社團 對 可以認識一些 同好的朋友 對 有優點一定有缺點 每一台車都這樣子 不管多好的車都是這樣子 那媽媽 你覺得這台車有沒有什麼缺點 這台車就是 所有的選配都要加錢 所有的功能都要加錢 對 不像別的車齁 標配頂配 對 那個通常在國產車場會有 進口車通常就是你要另外選 就是全部都要自己選 那你一選 又要時間 對 那你最想要什麼功能 就是那個特斯拉的功能 可以幫我停車啊 這一台可以選配就對了 我不知道 應該是不行啦 自動停車 照理講應該是可以選配 如果觀眾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記得是可以 最重要應該是那個 ACC功能 自動更車 對 其實他不見得是自動更車這個功能 我覺得他如果有危險偵測的時候 他可以自動幫你煞車也是一種 那個都要選配啊 對 這一台你開了九個多月 有沒有覺得說 他的組裝品質啊 行駛間有沒有什麼異音 沒有 所以組裝品質不錯 不錯 然後他 他有時候如果我 可能行李狀態重 對 還是怎麼樣 他會顯示那個 某一個輪胎胎壓不足 他的輪胎很靈敏 好 那我們就來進行最後的階段 真心推薦的時刻 如果有家人 親戚 朋友 包含觀眾朋友 如果他們想要 就是有在看車的啦 那這一台是他們的口袋名單 也在考慮 那你會推薦這一台車嗎 會啊 為什麼 因為這台真的開起來很不錯 而且你使用起來那種 整個感覺啊 就會 讓你覺得 開車是很年輕的一件事情 所以 媽媽覺得這台車值得推薦給大家 因為不會太大台嘛 對 而且他的後車箱也是 非常夠用的 還有暗格 可以放別的東西 沒有人知道的 像是私房錢 所以你們有 通常私房錢嗎 沒有 如果觀眾朋友或者是 就是我們要推薦啊 那他們要買這台車 你會 請他們注意哪些部分嗎 可能要先把你要的需求功能 都搞清楚吧 對 你才知道說 什麼樣才是 加配選購的一些條件 這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們急著用車啦 所以來不及選了 如果有時間的話 他們一定會去選配 對 適合自己的功能 對不對 對 三四年後 如果媽媽你要換車 會換什麼車 不知道 可能再投票吧 好 所以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跟觀眾朋友說 掰掰囉 掰掰 掰掰 媽媽咧 掰掰